你 老爷 醒醒好 醒醒好 老爷 素质 老爷 醒醒好吧 老爷 老爷 醒醒好 老爷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 老爷 老爷 醒醒 醒醒好 老爷 老爷 醒醒好 老爷 醒醒好 老爷 醒醒好 先生 不要理他了 那么多人你管着点吗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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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好 老爷 老爷 抢的 我刚接了一单生意 生意 你能做什么生意 把东西拿走 不明不白的东西 我不要 你 先生 客栈到了 咱这地方啊 可是有日子没来过 有头有脸的客人了 小二 快招客人 来了 拍个宽间 好嘞 出去 出哪里去 出客栈 你要是明白事情 就趁早和我走远点 对 全城就这一家客栈 你让人上哪儿去啊 去哪儿我不管 客店我包了 走吧 店家 给我开房 你小子给我滚出去 你走不走 哈娃子 你干什么 出去 别在我这儿撒野 你们都给我滚远点 小二 你是我的客人 我叫小二 这儿 我说了算 小二 给客人开房啊 好嘞 来 店长 请跟我走 戴上 我戴上这东西 心里不踏实 舅儿 我这是最后一次 完了事儿 咱们马上离开房子 走得远远的 这话你都跟我说过多少遍了 可是 可是 程龙哥 天凉了 穿什么 嗯 舅儿 在这个世上 我就你是一个亲人了 只有你疼我 你还是走吧 我不走 今天这奶奶 就在这县城里 什么 佛平 是个私妃子的 恶 算是些人了 你这个做事业的 可一定要 辅助好新仙账 大人的叮嘱 昆城一定明记在心 嗯 明记在心 嗯 好 刀子 我 我是来 来 来洗 木头啊你 还不出去 好好好 刘县长 来了 来了 你看 好好好 吹起来 吹起来 弟兄哥 过来 弟兄哥 好 这些钱先给大伙分了 好嘞 烧家伙 走 走 烧家伙 又帅又帅 不敢来 又老又见着 好 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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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刘县长 今天情况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看上去接着去生命吧 瞎嘞 这土匪闹死闹 可从没干闹到咸城了 再舍了 咱还有洋厂兵 洋厂队被汉东府刘大人昨天调到无线 撒 这哪里事情咱不下个公文 平线现在正闹土匪什么 快出雾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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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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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点 别动 在房子里老是带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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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大人 今天是有人想要你们的命 要是觉得冤屈 到了阴曹地府找他们算账去 我长龙 给你们备了两口上好的南木棺材 也算对得及你们 好 没有名 好 没有名 好 没有名 弟兄们 把块枪拿上 分头出城 好 王狼 你干啥呢 好 我想要你 好 没有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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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现在佛萍县长的关外空出来了 就摆在你们面前 谁要 谁敢站出来临危受命 你们啊 平日里的慷慨激昂都哪儿去了 刨关要关的尽头呢 是赵大人 对 在下雷文马武奉道引大人之命 在此恭候赵大人 有请 你们自己掂在这里 真是受之有愧 先把佛萍县长人选的事撂一撂 佛萍出现如此大事 如何安抚民众 重新整治 诸位有何高见 请直言 佛萍县城虽然不大 但它隶属我汉中管制 其虔诚如何 直接影响到我汉中官署 正极共业 佛萍匪患由来已久 日甚一日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佛萍位于秦岭腹地 道路交通阻断 几乎于是隔绝 而且山高临密 便于道匪藏匿 大家结社 事有发生 上风调佛萍的洋枪堆到平县 也是为了丢阻宝居啊 因此我认为 还是将佛萍县成迁移新职 刘大人说来道去 还是主张迁移佛萍 当然当然 迁移不迁 还是要由您道引大人名断啊 不能迁 你过来 我向诸位介绍一下 这位赵伯雄是我的学生 早年就有一腔的报国热忱 伯雄 你接着说 为什么不能迁呢 恕伯雄冒昧 道引大人 我有几个问题 想请教这位大人 请讲 依照您的说法 地处秦岭腹地的城镇 在汉中 并非佛萍一处 倘若时局动大 宪政失控 难道 都要搬出深山吗 其二呢 其二 如果迁移佛萍 势必要耗费政府大量的资金 而政府资金的主要来源 就是税收 十逢乱世 佛萍百姓的日子 已经十逢困苦 更无力上缴更多的税银 要是强力争较 势必要官逼民返 这 岂不是事与愿违 适得其反吗 其三 佛萍的民众 世世代代生活在秦岭山中 田园耕地 房屋老宅 祠堂祖坟都在山里 斩断骨头连着筋 他们断然不肯搬出深山 所谓迁旨 只不过是将佛萍县府 择指令箭 而把匪患 留给了佛萍民众 这无意识掌了土匪的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至于 让土匪自生自灭的说法 其实 说白了 就是任其为非作歹 做事不理 致佛萍民众 与水生火热而不顾 这岂不是 岂不是什么 岂不是草菅人命 说得好 说得好啊 岛尹大人 伯雄就事论事 口无遮拦 还望 诸位大人海涵 吓着你啊 真是爷 是堪爷 你不想要 南木呢 好才啊 现在谁还敢坐县长这把椅子啊 这福萍 不就是你说了算吧 不不不 我可不想 寒爷 我想求您把儿子还给我 我带着儿子远远地离开这儿 我看这事啊 由不得你 求你了他看 我差点忘了 孩子在我那儿 你就别担心了 你再撑下天 等事情了结了 我就把娃还给你 孩子在我那儿 都好说好说没 这如果落在长龙手里 不 不 不 那事情恐怕就 你必须跟我合作 佛萍搬迁成功 对你没坏处 刘燃翁是沈株军 杨大人的小舅子 你们一席话 自己高兴的 人家脸面可丢光了 让我也很难看 老师 学生生性率直 您是最了解我的 就算知道他的来头 也不会把想说的话 藏着掖着 我不怕做不了官 就怕自己做不了一个好官 你做不了官还能做好官 还能做好官 不过 我喜欢你这样 谢谢老师 我想来想去 还是派你续佛萍 不过 那里两任县长都被杀了 敢去吗 老师 不管去哪里 只要能为国家出力 这正是学生的志向 这块表跟我多年了 送给你吧 不不 老师 这 这太贵重了 当县长的不能没有表 会有用的 拿着 学生遵命 做什么 哥 立场 是我 长龙 你走开 你又怎么了 lég胞 你的最后一单生意 就是杀人 别这么大惊小怪 我杀的是搞官 再说了 我收了人家的钱 你收了谁的钱 什么人会要献太爷的命 我不能在这儿久留 你等着 到时候我会来接你 赵大人 刘大人 您刚到就上任 这么忙啊 刘大人 有何指教 我哪敢指教赵大人 刘某在家备了一桌饱酒 想跟赵大人聊聊 谢了 我兄无辞口福 马上就要离开汉中 这么快啊 是啊 赵大人 你没听说 佛萍是个啥地方 我知道 知道你还去啊 我不去谁去 佛萍县长这个椅子 总要有人去做 好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营 刘某佩服 不过 您要真想当打虎英雄 刘某就送您一句话 请说 如果佛萍不是你 仕途的最后一战 您多保重啊 刘大人 您这话 我好像没听明白 不明白 慢慢琢磨吧 刘大人 刘大人让我带个口信 姓赵的 是个有能耐的人 让你小心行事 尽快把他解决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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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里就是原家寨呀 是啊 这个地方以前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这两年都被荒废了 怎么会这样啊 本来这两年汉劳天灾 再加上肥患猖獗 可不就变成这样了 哎 我记得前面应该还有一门客栈 走 过去看看 走 驾 驾 驾 喂 小兄弟 给我来碗面汤 小兄弟 给我来碗面汤 聋了你 面汤断我 记得我记得 我记得我 记得我 小兔崽子 你怎么干活的你 这位兄弟 不就一个孩子吗 咋下那么重的手 小兄弟 胖子都没有 来 叔叔 胖子 去去去去 你 你这人怎么 你是哪路谁去 滚开 别太过分了 过分怎么样 老的死 来个 小心点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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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先生 这帮人好像专门 是冲咱们来的 是啊 看来我这次上阵 一定不那么简单吧 赵大人 还有七十里山路 咱们是先返回 还是继续走 我赵国兄绝不走回头路 走 那个 你马上回去一趟 赵大人 我这点尚不碍事 不 别说了 让你回去是有事 咱们得防着点 你看 先生 好 两位先生下马歇息 喝点茶 好 谢谢 这两位先生 这是上哪儿去啊 啊 去佛萍县做生意 哎呀 这佛萍正闹土匪呢 人心惶惶 这太阳没落山 城门就关上了 你没像先生您说的 这么恐怖吧 我说的是真话 我看先生是要钱不要命了 哎呀 你这话可不吉利啊 话是难听来的呀 可我说的是实情啊 老先生 我们是生意要做 命也不能丢 不就是几个小毛贼吗 我们不招惹他们 难道 还能把我们给吃了 好好好 噓 зах 프랑 completed commands 戴了 戴了 戴也是 戴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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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终了 从他了 没二等 出什么事了 他又来了 去 把门关上 马马拉着马鹏 走 阿总 你生意还关门啊 九姑娘说今天不 去去 告别 走 这是男人的衣裳 你给男人洗衣裳 你管不着 谁的 一个好人的 这年头 哪有好人 这光天白日的 你就不怕官府来抓你 现在的伏兵县城 连衙门都快散了 这次别人请我来的 长龙 你到底都干什么呢 你能不能别再骗我 我今天歇业不带客 你到别处去吧 不是你男人 不是客人 来来来 来来 洗洗洗 大白天的你说梦话了吗你啊 杀人放火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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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佛萍县城里长大 听说过长龙这个人 好像 百姓们谈起他的时候 并不像公文里说的那么可怕 好 长龙哥 你知道吗 现在全城的人 都在说我是土匪的女人 他们怕我 躲着我 就连乡下来敢急的 都不敢到我这儿来 我 我实在受不了他们看我那种眼神 谁 谁敢欺负你 你告诉我 就怨不了别人 长龙哥 你别再干了行吗 我每天都在为你担惊说话 我只想好好地跟你过日子 咱们离开这儿吧 好吗 舅儿 这是最后一次 咱们明天就离开这儿 我要是再失愿 你就割了我的舌头 那我一会儿就去收拾东西 等我把这小子了结了 你又要杀人 你怎么又一惊一乍呢 天下的狗官心都一样黑 再说了 名字我不说了 长龙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杀人 你就先杀了我 久儿 你走 小龙 我 我答应你 我不杀人 我 我不杀了 上 让我 让你来 让你来 这次是最后一次 事情办完了都离开这儿 各自找个地方买点地 过完生日子吧 龙哥 这话你说了好几次了 谁呀 说了好几次了 这是最后一次 龙 龙哥 人已经过柳树平 走 走 慌什么 还远着呢吗 妈妈 棺材铺去了吗 去了 棺材铺老板说 来 来不及坐了 最快也要两天 去 外门荒滩上刨个坑 驾 驾 走 走 站 走 走 去 去 去 走 去ė 罗哥 来了 你进阵门了 林虎 不要轻举妄动 大家看我的眼色 最好是 能把这个狗关吓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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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县长 我长龙恭候你多时了 你这么看重我这个县长 多谢了 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见过吗 地形还不错 那衣服是你的 应该是 你有多大能的 非要当佛平的县长 你有几条命啊 快回去吧啊 在哪儿不能做官呢 那你说说 我为什么不能当佛平的这个县长 当官的从来就没有好东西 我看你倒像条汉子 如果你现在回去 我就不杀你 你是让我回汉中去 对 是像的 用不着我多废口舌 我现在要是回去 可没办法交差啊 那不干我的事 没有你们这帮狗官 百姓们活得更踏实 没了官府 你们打架劫舍多自在啊 我看 是你活得踏实吧 你 你少啰嗦 今天 你要过得了我的枪口 你就是县长 过不了 就跟前两位县长一样 去到阴曹地府 做鬼官吧 慢 别那么急啊 长龙 今天这个场合 好像少了点什么 对了 棺材呢 本来我想给你准备一口 可是这两天死鬼太多 做棺材都跟不上 我让人刨了个坑 你呀 将就点吧 不 长龙 你不太讲究 这个坑 我不能躺 还是留给你自己吧 你咱们太吵嗦了 要再不转身离去 就逼着我杀你 快去动 放下放 放下枪 放下 放下放 放 放松一点 放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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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你滾 躲起來 老公, 滾 滾,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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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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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快 跟着 他们跑到对面的山里里了 不好追了 新章的 你听着 这些枪我不能让你白打 我会还给你的 长龙 你给我听着 有种的就别来犯事 要找我赵伯雄 我等着你 这个女人通肥 押起来 带回去 是 这姑娘会好人吗 前女娘现在她能不能 不客气啊 她是好人哪 求求求求她 她真的是好人 等一等 放开她 报 谢谢大人 谢谢 谢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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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再来 希望你能通报官府 你能不能做 赵厅长 我想斗胆问一句 你非要当佛萍的县长吗 什么意思 对不起 拿着国家的俸禄 就要维持智力的秩序 造福百姓 这个道理我懂 可是 可是我真的希望你能离开这儿 我了解长龙 他不会放过你的 不错 你是了解长龙 可是 你并不了解我赵伯雄 你就是不听我的话 你要当土匪呀 你就是不听我的话 你就是不听我的话 赵先生 你看看 这个后生怎么也看不出来 他居然是一个杀人越后的土匪 山匪嘛 一匪一民 拿起锄头啊 是农民 拿起刀枪啊 他就成了土匪了 郑师爷 犯是来认识的肥叔 别难闷点 都可以提醒 知道了 大家都请出来吧 都出来吧 不要害怕 请大家都出来 出来 出来吧 出来啊 郑师爷 对 把大家都请到城门口 是 都到城门口去了啊 娘亲们 都出来吧 都得出来出来 到城门口去了啊 今天想要见大家了 娘亲们 都出来啊 娘亲们 我 我是新任的佛平县长 赵伯雄 诸位 我还记得吧 前些天 两任县长 都被杀害了 至于 他们是不是 犯有该死的罪过 诸位 自有公论 我想告诉大家 佛平 不能任贪官无力 恒情霸道 更不是土匪 唯肥作歹的地方 好 好 好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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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是我赵伯雄上任的第一天 我想跟大家说句心里话 勿唤佛平一个清平的世界 我赵伯雄 绝不离开佛平 好 好 好 救我 好 赵师爷 两位县长的葬礼忙得怎么样了 办得要像样一些 赵县长 现在佛平县政 后顾空虚 没关系 我这次带了些银子过来 两位大人是在佛平殉职的 葬礼必须隆重 旨在寄托哀思 振奋民众 是是 是 就这样 二等 好 去 哦 赵大人 诸位进小店歇歇酒 喝杯茶 进去坐坐 行 赵县长 这都是我们这儿的一些特色菜 特别是佛平城里的泥鳅钻豆腐 那可是一道名菜啊 赵县长 请请 还有秦岭山中的山野菜 佛平城的红烧羊肉炖竹笋 那 这个人你认识 不 不认识 瞧吧 真是没有想到啊 在这儿能碰到先生您 生一人嘛 哪儿能赚钱 就往哪儿赶 是 真没想到你就是赵县长 这佛平的百姓都夸你呢 先生是在等人吗 等你啊 请 请 来 来佛平的路上 我碰到了长龙 他让我给赵县长 烧带件东西给你 长龙说了 你打过他 你打过他一枪啊 他要连本带立花 他还说 会来找你的 是吗 先生 如果还能见到长龙 也请您转告他 他如果再来 我还会送他一颗子弹 不过那一颗 他恐怕就还不回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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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看来跟长龙的交情不错呀 哎呀 这会儿说的 我是路人 收个口信 说 赵县长 哎 如果 你不介意的话 我有一句话想送给大人 说说看 官场上有句座右鸣 能得糊涂 这你应该知道 一个人 有多大能耐啊 得量力而行 对不起赵县长 我 先走一步 先生 您的意思是说我 自不量力 赵县长是个精明人 我这是随便说说 随便说说 赵县长 你们的菜上齐了 一会儿 你能待一下吗 我有话想跟你说 啊 好 谢谢啊 就一句谢谢吗 对了 你不是找我有事吗 说吧 赵县长 啊 从我第一次见你 就觉着你是个好人 你有点像从前的长龙 真的像 是吗 你们俩都是那么争强好胜 只不过 你是县长 他是土匪 他对你很好 是吗 他对你很好 他如果不是现在这样 我们俩早就应该在一起过日子 好了 不说这些 来 喝酒 不 说一说 我想听 赵县长跟那女的聊得还挺途鸡 你说他俩会不会 想什么呢 我说你能不能琢磨点正经事 我父亲 开了家染布的作坊 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一户殷实的人家 那时候 长龙是个孤儿 我父亲收养了他 后来 他就成了我家的伙计 他很吃苦 性子温顺 对我又好 虽然他比我大很多 可我就是喜欢他 一天晚上 父亲突然被官府抓走了 投进了城里的死牢 几天后才知道 原来 是承熙大染房的东家 想独霸生意 要买我家的作坊 父亲不肯 他们就买通了官府 后来 后来 父亲就死在牢里了 我 他 他就跟疯了一样 跑到那东家的宅子里 把他们全家都给杀了 不久 他就被抓走了 投进了死牢 后来呢 再后来 他杀了玉井 逃进了深山 从此 就跟官家和富商 结了仇 你就没劝劝他 我一直在劝他 可是 他是为了我家 才走到这一步的 我想跟他一起离开 可是他说 天下的乌鸦一般黑 走到哪儿 都是穷人的敌人 他越走越远 自从杀了人 我就变了 再也不是从前的长龙了 你知道 你上次来客栈 我为什么总盯着你吗 你像从前的长龙 特别是那双眼睛 对了 我也该走了 谢谢 赵县长 我还有一句话想问你 说吧 长龙这个人认死李 他不会罢手的 我担心你们俩 会有一个人躺下 你应该劝他投案自首 或者 这不可能 舅儿 你的心思我明白 他对你很好 可他毕竟是个徒人 自古官匪水火不相容 我不会放过他 那如果 最后躺下的是你呢 那 那我也算尽职了 快走 走 二人都赶出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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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杀人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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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这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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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点 把之前的东西干大了 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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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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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 走 快 快点离开这儿 把这个宅子给我烧了 全都给我烧过 好 不然她要上 시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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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rock 快跑 快 赵大人 黄岐镇的大户被抢劫一空 据说是长龙的人干的 死伤多少 没有报来死伤人数 好像没有死人 他这次没杀人 赵先生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 底下的乡镇 根本顾及不上 赵先生 道院大人不是说 给我们派一队人吗 咱们支持不到 县里有些压抑 在你没道人之前 都已经下跑了 赵大人 你看 要不要跟道家大爷催促一下 他是什么意思 刘大人 你看看 赵伯雄刚到佛屏 就打死了七八个通匪 这个赵伯雄啊 这一下你也露了点 是啊 快强队训练得怎么样了 他那缺人呐 我想得赶紧派过去 道尹大人 您看这个 佛屏现成远辟 匪情猖獗 汉中对佛屏管制 鞭长莫及 不立王法推行 佛屏为以千禧为上 此念为本都军反复推敲 不知道尹 意见如何 请斟酌 道尹大人 这公文 是经过省府都军 杨大人过目以后 我才成交到您的手里的 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究竟是什么意思 道尹 你还没看后面 这后面 可有杨大人的亲笔批示 好 不打搅大人的公务 告辞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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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儿 快收拾东西 跟我离开这里 我看看你的伤 没事 一点小伤没关系 我看看 别耽误时间了 我觉得这官府 一定会找你麻烦的 那 那咱们去哪儿啊 先去山里干两天 我答应了人家 得把这团生意了结了 咱们就彻底离开这儿 长龙 你的生意 就是为了钱去杀人 反正当官的 也没什么好东西 不 赵县长他不是坏人 他并没有为难我 我觉着 他这一枪没打在你要害上 那是他不想要你的命 长龙 别再跟他过不去了 好吗 不行 我长龙 是说话算数的汉子 收了人家钱 咱得有信用啊 我不跟你走 为什么 为什么 咱不是说好了吗 你答应过我说不杀人了 可你现在还是 我也不想杀他 可他得离开佛兵县城嘛 现在是他在逼我 我没办法跟你走 你走吧 你走吧 九二 跟我说句实话 你心里现在还有我吗 有 从前的长龙 不是现在的 土匪 你 好 你说 我当土匪 是为了谁 九二 你爹的仇 难道你就全都忘了吗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你别放开我 我不知道 站住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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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在那一边 跪下 下车 回下 跪下 你高य 快过来 快过来 快落落下 跪下 路过 路过 货来这儿呢 快快快 快快 你们给新任的赵县长带个话 让他滚出佛兵县城 要不然谁也不想安静 走 走 县长来了 县长 县长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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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不是没事儿吗 马五 你马上回看住你他 道夫道引他人 说佛萍匪患猖獗 不掉快枪队来剿匪住阵 是 邓师爷 两位县长的葬礼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就是时间还没定 时间 就定在午后吧 快准备 好 备患一日不出 百姓就不得安生 我听伙计们说 长龙虽然狠 但对九儿呢特别柔情 这是他身上的一个死穴 那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利用九儿把长龙引出来 给他下个套让他钻进来 我们就可以以往打尽 不不不 这样不好 九儿跟长龙是两回事儿 咱们这样做不太合适 雷文 我感觉下午的葬礼 长龙一定会有行动 他不是急着逼我离开这里吗 咱们就借着这次葬礼的机会 把他们给收拾掉 好 好 好 哎呀 专舰长 有点事情干过了 实在对不起 大概是昨天晚上受了点疯 咱们肚子有点疯力了 没关系 来了就好 那也好 送两位大人上路吧 是 雷文 你来 干净 好 好 一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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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县长好县长上路啦 上路的 выход 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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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chdown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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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 弟兄们 狗钢们都松荡去了 咱们撒开手干 好 抢 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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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把东西都帮马捧去 好 快点 走 走 走 弟兄们 快走 快走 长龙 你们快停下来 你别在这儿了 没什么事 走开 走 快 走 快 快 快点 快 快 快 走 走 赵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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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都在您预料之中 雷文已经布置好了 请您活速回城 好 走 快 走 是 怎么样 都进去了 都在城中内 好 都顾所有的出口 谁放好一个人 今天我要他的命 是 走 关城门 是 我说过 这事你不要管 哈子让他不快 快点 快点 长龙 快 马上住手 带着你的人 滚出佛屏 开枪 开枪啊你 你打死我 我是不会打手的 走 走 快 站上 快 站上 站上 快 那边 好 走 跟我来 走 你不是拿枪的料 放下吧 哈娃子 别过来 哈娃子 别乱来 放 哈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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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了 官府的人 把他们给围住了 怎么办 快 进客栈 好 不许动 把东西都放下 举起手来 打 追 追 站住 放起层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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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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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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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雯 长龙 你要是不马上收手 我就死在你面前 九二 别 快 收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就是马上收手 你也是死 我不管 九二 我知道 是我对不住你 可是 你不想看着我们几个被打死吧 我可以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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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 我可以看着你 他做人 我好 你 我可以看着你 赵县长 你是好人 求求你离开佛萍吧 赵县家 离开佛萍 请请请请起来好不好 起来起来起来 赵县长 佛萍天天死人 土匪是冲着你来的 求求你了 你还是离开佛萍 离开佛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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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这帮土匪是冲着我来的 难道 我赵国兄 真的不该来这里吗 真的不该来吗 赵县长 长龙 他在我那儿 走 快快快快 把这里都围起来 又不能放到长龙 再看 老儿 这边 该在这里不要动 跟这儿 快点 站住 跟这儿 快快 那边围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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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哥 怎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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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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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你妈的 放下枪 老子就不是长龙了 别跟他啰嗦了 那就客家给他炸了 赵县长 你怎么来了 快 往这边 你让我进去 我要和他建议你 小儿 来 滚杯 人家过来 冬冠 快跟我走 把守护院门的是正事业 走 老子龙 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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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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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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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 走 走 走 追 快 快 快 大人 佛贫搬迁已成定居了吗 赵先生那儿怎么办 他正等待快锋队 去佛贫驻镇呢 官大一品压死人哪 妈我 我的话都写在信里 你要不要去赶快回来 不要闹什么情绪 匪患就别管了 我去 赵先生 郑师爷来了 赵先生 找我有事啊 雷文 我想跟郑师爷单独待一会儿 赵先生 郑春诚 是你放走了长龙 出卖了我们 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陈老侃 绑架了我的儿子 这我知道 就因为陈老侃绑架了你的儿子 你就要为他做事 是这样吗 是 我郑春诚的命 也捏在他手里 我都是为了我的儿子 陈老侃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让长龙抢劫 搅乱佛萍 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 目的是什么 让佛萍 迁徙到原家寨 迁徙原家寨 为什么 赵大人 你是蒙在鼓里 佛萍迁徙 上风会批巨资建新旨 他们都是为了这笔钱 陈老侃 这汉中复刘大人的表兄 他们串通在一起 埋通了省府都军 真是官匪一家呀 黎文 在 把他押回去 押进死老 起来 在 赵大人 我是为了我的儿子 赵大人 走 赵县长 他说长龙有话带给你 说 龙哥说 让我给你捎句话 说吧 明天正午 龙哥 一 一人一枪 在城门咕后你 你小子胆子不小 切不切我一枪崩了你 雷文 不要这样 你回去告诉长龙 就说我赵薄熊 一定到 滚 好 快 我 你 你 没有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长龙不是要会会我吗 我不能让他失望 赵大人 你现在已经不是佛平的现场了 何必和土匪那么认真呢 我曾经是佛平的现场 该做的事情没有了结 我不能一走了之 上面都撒手不管了 你一个人又能怎么样 道尹大人说了 你的前程在汉中呢 想了一个晚上 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赵伯兄做不了官呢 但总得好好做个人 赵大人 别劝我了 你们先回吧 两位兄弟 如果今天中午 躺下的是我 明年的今天 还有麻烦二位 来一趟佛平吧 我要口棺材 尺寸呢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就给你挑一口大的 你准备什么时候要 今天中午 日头当顶 你把棺材抬到城门口 谁先倒下了 这副棺材就先装谁 啊 长大人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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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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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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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要去见 九儿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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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不想 帝我 把他买了吧 拜托了 你赵伯雄啊 还是功不可忘了 老夫 以行文承报省府 对你通报奖励 伯雄只想着 为佛平的民众 消除匪患 却置身一场阴谋 而浑然不觉 喝酒 咱们今天呢 不谈这些烦心事 记得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 臂力千韧 无欲则刚 学生依此铭记 莫尺不忘 道理是这么回事 可做到就难了 伯雄愿为一事 伯雄 你想怎样 可不如你头脑翻婚 老师 我现在的头脑 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官场险恶 还望道颖大人 多多保重 皇兄 这原浆寨啊 原来风水就不动 是啊 是啊 郭平县早就该搬到这儿了 这下可好了啊 好来来来来 快酒 快酒 我不会回来你们 到时候 给你们个镇掌相仗 坐一坐 赶紧刘大人 赶紧刘大人 是赵大人哪 进来喝杯酒吧 刘仁王 佛萍千怡 你赚了不少钱吧 你在佛萍欠的命债 我可是一笔一笔都给你寄了 你连个七品芝麻瓜都做不成 你还能当怎样 别动 成龙没干力做的事 今天要看我赵伯雄的 刘仁大人 都军府急报 据秦岭腹地各县镇急报 山城佛萍又除盗匪 人多势众呼啸山林 专于官府豪身作对 已有几十人死于非命 据报匪首狡诈多谋 百步穿阳凶悍无比 一是当年被罢处的县官赵伯雄 特命 汉中道尹即刻调遣精兵 全力剿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